接下来我们调成绩的水平 需要用到以下几种工具 200x200的框架是水平1 它的刻度精度是0.02毫米 然后我们要准备两个16吨的千斤领 千斤领的型号在这个上面都有的 然后我们还会用到铁板 200x200的同样是200x200的 厚度是54到1毫米 2毫米的 我们都需要准备一些 根据成绩机坑的 然后一个平整度来准备铁板的数量 接下来我们垫成绩机的水平 我们用千斤领把成绩机给打起来 然后准备垫铁板 成绩机前端垫哪个地方 然后把它给打起来 我们用千斤领把成绩机打到一定高度 然后准备塞铁板 塞铁板我们塞的铁板要在这个成绩机底角的下端 然后往里面塞 塞到铁板和成绩机这个底角的这个板7平就可以了 然后把千斤领慢慢的落下来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框式水平仪的一个使用 我们在打这个成绩机水平的时候 先把成绩机板凳上的胶条给取掉 取掉过后我们把框架水平仪这样 竖直的放力 然后框架水平仪我们打水平的时候 主要是看里面的气泡 我们框架水平仪放置这个位置之后 这个气泡是代表成绩前后的一个水平 这上面这一个气泡代表的是成绩机左右的一个水平 现在我们框架是水平仪是偏前端的 说明前端是高的 然后我们要电成绩后端机脚的高度